女孩趴在地上向前走去 丝毫没有发现旁边的危险 一头恐龙正死死地盯着她 她扭头一看 恐龙张开大嘴就咬 女孩急忙躲避 恐龙用头撞了下木头 女孩被震飞出去 在这危急时刻 金刚赶了过来 踹了恐龙一脚 然后接住了小美 金刚单手跟恐龙打了起来 正在这时 另一头霸王龙出现了 迈了几步走到跟前 朝小美咬去 却咬到了金刚的胳膊 金刚轻轻一抖 甩飞两头恐龙 她用一只胳膊 跟两头恐龙打了起来 虽然金刚勇猛无比 可还是处在了下风 总是被咬到胳膊 他们打着打着 来到悬崖边上 把一只恐龙甩了下去 金刚抓住石头 没有掉下去 然后她抓住另一只恐龙的脚 用力一拽 也把他拽了下来 可恐龙死死咬住金刚的腿 就是不肯松口 三人同时掉了下去 幸好下面都是藤蔓 把他们缠了起来 可霸王龙还是不死心 张开大嘴向小美咬去 幸好总差0.01米 但金刚是爬树的高手 在这里抱垂霸王龙 让他的头跟石头 来了个亲密接触 在激烈的斗争中 他们都掉了下去 小美站起来就跑 恐龙张开大嘴咬了过来 危机时刻 金刚赶到 他们两人对峙起来 霸王龙以一敌二 有点害怕 金刚上来就抓住霸王龙的嘴 想要扒开 和霸王龙非常不配合 拼命地挣扎 金刚垂了他两拳 这才消停了 他一用力把嘴掰开 恐龙就死悄悄了 金刚抓住小美 扔到肩膀上 然后快速向家跑去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有点 疯我